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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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周深出道七年,正是他的不懈努力,让他得以逆袭,得以逆风三盘,他的励志经历,让人佩服,让人惊叹,那是经历过难以想象的艰苦折磨,他在台下和幕后付出大寒水,只有他最清楚。 经过不断的历练,周深练就了一副好嗓音,每次听他的天籁般的歌声,都会让人倍感舒适,心旷神怡,小编还在听周深的和光同尘,不为圣命而来,不为低谷而去,这句歌词对周深再适合不过了,高可成,低可救,真正的人才,无论在高的位置或是低谷,总能把自己喜欢的事情做好,他在追求成功前,总会先塑造好自己。 有人说,始于才华,沉于歌声,忠于人品,没错,做人,最重要的就是人品,人品是安身立命的资本,人品是事业成功的根基,只有把人做好了,做事才能顺利。 小编刷到了周深的一些综艺,他真的好细心又温暖,小举动看人品,周深细腻的心思,努力照顾到所有人,心中有爱总能无意中传递温暖。 周深本身实力很好,人品好,情商高,台上台下都一样,不耍大牌,开得起玩笑,平易近人。 好的人品,就是最好的通行政,就是最宝贵的财富。 所谓的人品,就是指人的品质,人的品格。 就是善良,厚道谦卑包容。 做人做事,要依据一定的社会道德准则和规范行动,能做到这些的人,才是真正品行好的人。 好的人品是事业成功与否,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。 得不配位的明星,如同空中泡沫,飞得再高,膨胀再大,也终会破灭。 一位铁粉声迷说,我粉了周深这么多年,他给了我们好声音,也给我们激励,彼此鼓励,彼此支持,彼此骄傲。 人品,决定一生,人品,改变前程。 拥有好人品,才能收获好人脉。 才能遇到一个个鼎立支持自己的人,为自己指点迷津,祝自己走向成功。 从这一点来说,你可以永远相信周深的人品。 果然,有一种逆袭叫周深,他不但有好声音,而且有好的人品,出类拔萃。 初到七年,周深越努力越进步越开心越自信,对舞台和粉丝充满感声。 一位妈妈粉说,初到七年,周深越努力越进步越开心越自信,他对舞台和粉丝充满感声。 在妈妈粉眼类,他不是明星,他就是一个有着好声音,好品德,会唱歌的好孩子。 说得真好,有共鸣,好暖心。 是啊,越懒惰越迷茫,越焦虑越自卑,越努力越进步,越开心越自信。 生米说,你见过妈妈羡慕别人的眼神吗? 我见过。 妈妈一边听着周深的歌,看着她的舞台,一边对我说,你不懂爱时我都在陪你,现在你懂了。 你要好好爱别人了。 妈妈娓娓道来,要像周深一样努力,像她一样懂得感声,有一颗爱心,踏踏实实做事。 本本愤愤做人。 生米很有感触,人品很重要,有爱心很重要,懂得感声也很重要。 正确的价值观是人生的护身符,人品好不好,有没有得,缺不缺得。 这是从小到大所接受的教育,身边接触的人事物。 最重要的是父母的言传身教,聚集起来存在潜意识里,就潜意默化地形成影响我们行为的观念。 小编注意到,有人说,当然,如果命运是世界上最烂的编剧,你就要争取做你自己人生最好的演员。 说的真有道理,让人福气。 周深从小就在山里长大,爸爸妈妈是勤劳朴实的打工人,同样朴实勤劳的姐姐,爷爷,奶奶陪着周深长大。 周深对梦想的坚持,努力,好人品,三观正。 坚韧,独立,包容,善良,不争不强,充满正能量。 是根深在骨子里的东西,那么自然,它的好,会影响很多人。 正如生米布丁所言,我喜欢的人很优秀,我努力的理由是配得上它。 我们河水走过四季,也没河水吹过海风,但听到周深天籁般的歌声,我就如同看过极光,彩虹和海洋。 生米布丁话未讲完,我好希望与它的歌声,一起继续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。 从欢言开始,我一听就是七年,已经听了它七年的歌,看了它七年的舞台。 心里还是想着继续,再听七年,甚至余生。 是啊,时光匆匆,转眼就七年了,就像做了一个梦。 上年的你,大步走在人生的道路上,沿途风光月季,荆棘也开成了强威。 是啊,世界上什么事都可能发生,就是不会发生不劳而获的事情。 这个世界,纵然匆忙喧嚷,周深选择用专注和努力诠释每一种极致。 这位有才的生米布丁说,周深走着与众不同的路。 他在逆境中坚韧不拔,在质疑中百折不挠。 他用阳光点亮的人生充满正能量,用自身的努力,毅力,能力,坚定地走向成功。 出道七年,周深熬过了所有的苦难,越努力越进步,越开心越自信,而他始终对舞台和粉丝充满感深。 小编喜欢听周深演唱的《微光海洋》,想化作飞鸟,化作骄羊,为你指引着方向。 也喜欢听他在念念青春里演唱的那四首歌曲。 生米布丁说得多好啊,和阳光的人在一起,心里就不会灰暗和快乐的人在一起。 嘴角就长大微笑,和进取的人在一起,行动就不会落后,学最好的别人,做最好的自己。 周深的歌声是我最好的陪伴,周深就是我最好的榜样。 小编刷到了一些花絮。 花絮中,周深谈到了好声音舞台。 他深情表白好声音舞台他说,没有好声音不会成为歌手。 在另一则花絮中,周深在台上面对台下的生米说,生米是自己一辈子的骄傲。 生米布丁说,如果一个人住,千万不要在午夜听周深的歌,看着空荡的房间,会有一种被全世界遗弃的感觉。 孤独在那一刻体现得淋漓尽致。 那天午夜,我听着他的歌,流泪了,当然不止那天。 出道七年,周深越努力越进步,越开心越自信,他对舞台和粉丝充满感深。 众多生米布丁喜欢听他的歌,与他风雨桶。 出挂不停,娱乐不断,感谢大家关注兵分娱乐秀。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,请给出您宝贵的赞。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,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。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。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,拜拜。